好,來到第二場,二班千六米,出馬六大隻那麼大把,有點維材賽的味道 因為近期的高班馬都分開不同跑賽事,剩下的馬不算太多 看看打比的精彩,大功夫會不會作最後充斥 而首選方面,選了四號馬的紙醉雙頭 在昨晚賽事中,趁雷神停賽,潘頓和阿彩有兩隻交收馬 我們先看看統計資料 看到潘頓其實在莫雷拉未回來做主帥之前 甚至剛剛趁雷神停賽,他們的交收都非常好 你看到他們合作的,勝得精彩 再之前的天雷維,香川桂寶,雄雲戰士,翠龍這些 都是有不錯的水準 似乎潘頓騎得阿彩,也不會失誅交臂 盡量表現好自己 因為他日不再是斑主,即雷神和阿彩 所以不是在賓主關係的時候,會不會再多拿馬騎呢? 這就是後話 而說回這隻智醉雙頭 其實今季初,他一直的狀態不太好 神火都很傲斗 走上來就比較失望 所以我覺得跑得差一點都不奇怪 而正因為是這樣,可能他去到近兩場 才是正正式的用力 才有用力 比起這些季初已經在用的馬,他有一些好處 先帶大家看看這場393場次 智醉雙頭,他這場留意比較好 會不會主力落在傑彩繽紛上面呢? 而這一組的彩織水準可能不太差 因為結彩繽紛紛,甚至信心保證再出都已經可以提升名刺 即是勝馬,或者差點贏 這隻智醉雙頭就留得比較厚一點 前一場就在321那場就更加慢捕捉 跑個第五算是不錯的 這一場見他逐步追上來 拿回第3,我覺得是表現合格有餘的 其實都可以看看裡面那兩匹 贏得精彩,以及大金虎 剛才我所說的兩隻馬 這次都有同場去跑的 如果你說計算 選擇你的智醉雙頭 我其實都有搞定贏得精彩 其實大金虎我都有想的 雖然說他比較難跑打比 但不代表這場不行的 先說回智醉雙頭 以往這匹馬贏1600 我們看看右邊這裡 可以選擇同程給你看 他跑這個路程的時間 又如何啊 他有一半上馬力 上季這隻馬贏1600 是可以試過跟前贏大藤門和龍船鼓響的 今年這一對馬都表現相當好 今次出版六匹 排著二檔 早段加州二檔可能會放掛 贏得精彩都可能會跟前 那麼摺取雙頭應該就可以守好位來跑 相信潘頓懂得一路壓著二檔 不要被人壓過去 直路移出去衝 所以我選擇摺取雙頭做這個首選 次上選三號馬好運多贏 為什麼你的畫面呢波仔 為什麼只有一行呢 就是因為我繼續用同程的紀錄 他跑了一次 就是上一次跑經典一理賽 看看放大鏡有什麼看 原來他每天有前腿不能於行 以及一對前腿動作欠靈活 除此之外 其實可以看回影片 看回上一場經典一理的時間 很容易認真 加了個面固的橙衣就是這個好運多贏 看開頭而已 這隻好運多贏 大家都記得 他通常是留著後上 打上來的 這裡好像跑975 一直看潘頓一邊奪上來 可能知道那天的偏差 或者這場的步速比較慢 所以秒選達人和佳應之星 都放在前面 一齊都有 但我小小覺得 這隻好運多贏 上一場放在前面 是上了口 兼也不是他最佳的跑法 結果真的醉了佳在後面 回來了 當然 這次他還加上面固未除 是不是真的面固女士呢 一定是上一次 不良於行 或者跟前了女士呢 今場可以看多些 預期今場不會搶 大家六隻馬 一段 我想步速不會太快 小馬來講 我想他很爆起上來的 看看今次 確確實實留下來 這隻馬 是衝回多少 所以給他多次機會 第三次想想想 還是要大金庫好像好些 為什麼呢 贏得很精彩 上一條谷草 你看到盛大光輝 99倍 放到回來 他跟在第二位 雖然是異疊 回來 沒理由斷得那麼快 所以 如果用回前一場 信心保證 結束紛紛 看393那場 大金庫 都是拍著 贏得很精彩 一齊回來 而剛剛 在這個經典部 其實都有點失望 他跟在前面 妙算大人加刑之聲 都倒了 他回來 斷得比較快 但是 你可以給他的藉口 初跑1800 可能氣量方面不足夠 唯一是這樣 看看 這次 匆匆隔幾天 再縮回來 看看 可不可以 證明多少少 可能高白身 都深有不甘 所以 要他做第三選 六隻馬 選三隻 這個心水 四有之水 槍頭 三號好運多 一人和五毛大金庫